疫情威胁下现在就是世界团结的时刻 总统蔡英文脸书发文感谢世界各国上千位国会议员 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但这回台湾还是没扣关机会 蔡总统认为支持台湾是国际社会不容忽视的声音 如果WHO仍因北京当局干预持续拒绝台湾 不仅会丧失全球团结抗议的机会 也丧失了WHO宣称的Health for All理念 作为一个小国大国的一个压制之下 恐怕很难出头天 全球有200多个国家 意思是说还是有一半是停中的 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期待再度落空 连视讯都被打枪 尽管在美国大选前美方挺台喊得整天驾响 今年5月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发函给近60个国家 要求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10月6号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 更发声明指全球疫情危机前所未见 国际社会仰赖一个不会遗漏任何人的WHA 呼吁WHO以及秘书长谭德赛 邀请台湾参加WHA 还是希望中华民国不能拒绝于任何的一个世界组织之外 来就是中国比较强势的这个介入的WHA 当然自然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太容易 在受邀或者是有这个改变的机会 国际现实明显在眼前 台湾无援WHA 就算防疫沉积全球有目共睹 但台湾想争取国际参与 还是被举门外 记者郭先生 薛郭豪台北报道